国防部网络系统这个月较早之前受到经过精心策划的针对性攻击 约850名国民服役人员和国防部职员的个人资料 如身份证资料和电话号码被盗 不过国防部说事件没有造成任何机密军事资料的外泄 因为这类资料存在另一个和互联网没有联系的独立系统中 国防部说攻击事件针对的是INET系统 这个系统让服役人员和国防部人员上网和进行个人通讯 约850人的个人资料如身份证资料和电话号码被盗 幸好密码没有被盗 也是新加坡网络安全局局长的许志贤说 国防部将在一周内通知受影响人员 并设立了专门小组协助这些人 国防部说网络攻击源自互联网而不是军营 目的是想盗取官方机密资料 国防部发现之后立刻截断了连接系统的伺服器 并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国防部也在调查属下的其他电脑系统 调查也显示没有其他政府电脑系统受到影响 这是目前所知道的针对国防部的第一级网络攻击 我们下期待的针对国防部的第一级网络